为了染指西域,阿拉伯也制定了和大唐开战的三部区,这三部正好对应了大唐的三层防护系统,这三部分别是扶持西域傀儡政权,策反吐伯,进军大唐,他们先是扶持了阿辽达傀儡政权,然后命令这个政权试探性进攻大唐蜀国巴汉纳,其目的就是看看大唐户不户小弟,结果大唐名将张孝松率军攻陷了阿辽达傀儡政权,一路向西攻克了百座城池, 还顺便回收了中亚的苏特康国,十国当小弟,阿拉伯帝国的第一步以失败告终,第二步则是策反吐伯,吐伯的位置在西州和青海那一带,这里已经很接近长安了,是绝对不能乱的地方,但在开元五年,阿拉伯帝国联合吐伯突起之韩国,突然对安息四镇进行了试探性攻击,虽然安息都护府最终击溃了三国联军,但远在长安的唐玄宗,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亚的威胁, 于是他把救火队长高先知送到了安息都护府,明摆着就是要和阿拉伯玩一场大的,高先知是什么人,大唐第一猛人,直接空腔到前线,这个信号很明显了吧,他颇有点像是一个企业要搞大动作的前兆,你比如说捷达,捷达品牌已经成为了大众的子品牌, 从91年第一辆捷达车型进入中国已经30年了,为了这个30周年庆,该企业目前推出了捷达VS730周年纪念版,12万价格,20万享受,老牌车企技术过硬,还是值得大家信赖的,抓住这个机会入手一波,那我们不就赚到了吗? 同理,高先知同志也是这么想的,他去了中亚,也不能随随便便动手,高手都是要等待机会的,这位高先知同志来到了中亚之后,终于等来了一次契机,在公元的750年,阿拉伯帝国突发政变,阿拔斯王朝取代了沃玛亚王朝,政局不稳,内乱批评,高先知看准了时机,准备一举检除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羽翼,逐步恢复唐朝在领外地区的主权,他左跳右选,最终选中了一个倒霉的, 这个倒霉蛋,这个倒霉蛋名叫石国,石国是中亚的一个小国,从公元658年开始,就成了大唐的蜀国,眼看着758年,就能举行唐食建交一百周年庆了,可高先知偏偏就不给这个机会,因为石国的位置正好处在大唐和阿拉伯势力博弈的交叉点,高先知随便找了个理由,这个理由在今天听起来都极为可笑,他说,石国无翻臣之理,翻译过来就是,你没有礼貌,所以我要揍你,随后他说, 中堂军长驱直入,在石国屠杀老弱,劫掠财物,并且把国王斩于马下,把皇室图掳一空,有意思的是,石国国王的继承人却跑了出去,这一点虽然史书上没有解释,但我认为这是高先知故意的,他就是要石国的王子,投靠阿拉伯,给阿拉伯一个和大唐开战的正当理由,事实证明,这招非常的有效,阿拉伯帝国这边马上就打出了替石国讨公道的旗帜 随后,名正言顺的派遣军队,向安息四镇突进,但高先知早有准备,他先发制人发动攻击,率大唐联军长途奔鞋,深入七百余力,最后在达罗斯与阿拉伯军队遭遇,一场东西方超级帝国之间的世纪较量,就在达罗斯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们先来看看兵力对比,唐朝的主将是高先知,副将是李四叶,别将是段秀石,都是当代名将 兵力为安息都护府的两万汉军,外加盟军巴汉纳,以及格洛陆布的一万人 根据旧唐书记载,安息节度兵两万四千,而达罗斯之战一次出动两万,堪称是清朝出动 阿拉伯方面的主将是呼罗山的总督阿布,他手下的兵力有二十四万之多,并且在军事素养方面 呼罗山是阿拉伯历代经营的军事重镇,又是阿巴斯王朝起家的地方 呼罗山的骑兵,那是阿拉伯帝国的骄傲,这些骑兵性情彪悍,骑术经说 再加上不亚于阿拉伯本土战士的宗教狂热,使得他们打遍中亚无敌手 除了骑兵之外,阿拉伯步兵在列阵之时,一般使用长枪配盾牌 这种战术,类似于斯巴达战争,攻防兼备,威力强大 不齐良用的阿拉伯弯刀,风锐无比,更是让这些士兵如虎添翼,难有敌手 但即使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,高先知依然是两万对二十四万 他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呢?来自于他对唐军的信任 都给大家看下雨,要尝试一分之一